回到造勢舞台喊出熟悉口號 美國前總統川普官司纏身之際 还频繁帮忙共和党人助選 想不到这一喊 真的帮助自己力挺的候选人 在怀俄明州初选 打败共和党叛徒 也就是公开反川的众议员钱尼 但广大川粉不只能投票 现在还要帮川普复仇 针对FBI探员先前突袭搜查 川普在佛州的海湖庄园 不少川粉已经在网络上扬言 要对FBI人员做出暴力行动 甚至已经有人持枪试图闯入FBI大楼 最终和FBI人员交火并遭到击毙 如果你是FBI官员 每个门开门 每个人都会去讨论 但FBI实无前例搜查前总统宅邸 惹出庞大争议 加上川普在11月其中大选之前 身为坚强吸票机的实力 不容小觑 许多共和党人也从避之唯恐不及 转而守护川普 甚至由党内众议员 推出人民公敌周边商品 指控FBI追杀川普 现在川普持续要求司法部 公开搜查时的宣誓证词 还加码指控FBI偷窃 但司法部对川普的要求置之不理 同时持续约谈前任白宫律师 这场川普大战FBI的戏码 恐怕将成为朝野两党选战攻防武器 短时间内还难以落幕 整日新闻又是张博多